来得很突然 突然间一声爆炸 很震撼的那个爆炸声 然后那个化学溶剂 就是腐蚀性的 它就喷在我的脸上跟身上 那一阵刺痛 让我痛到 没有办法去承受 一场突如其来的化学工厂爆炸 让当年不到30岁的领心词 颜面受损 也封闭自己的心 医生当宣布说可以出院 你没有危险的 但是我求他不要让我出院 我说医生 你可不可以把我全部恢复到 原来的样子我才出院 因为我有照镜子 看到自己的样子 自己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我也怕先生看到我这个样子 久了之后怕他还把我遗弃 怕小孩子看到我 好像看到鬼一样 又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那我自己就把我自己 锁在房间里面关起来 人生就如同这场意外 起了化学变化 左脸与左手严重腐蚀 一千多个日子不敢面对人群 直到遇见了他 有一次去师姐家里 她是开砸货店 一定要买一些东西 那她看到我这个样子 直觉上她就知道 我一定是有很多苦 那时候她的神情 脸上的表情是忧郁的 直接看得出 她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因为是第一次到我家 我不敢多问 渐进式的去关心她 慢慢的 她会跟我讲 她化学液的受伤 整身受伤的情况 那种苦不堪言 她心里面想说 这一个人一定需要帮忙 她就问我 要不要去环保站做房间 环保站有很多 就师姐师兄 他对我很好 就是一进去 他就会告诉我 做什么做什么 不会把我当成 异类在看待 完全没有 他那些关怀跟爱 是让我看到希望的曙光 看见希望曙光 林心慈投入环保 心态也开朗起来 卸下全副武装 还承担起开环保车的请勿 我们的站长 心子师姐 是付出最多 感受最多也是她 付出最多也是她 上人讲的 你人当男人用 男人要当超人用 他就是等于 你人要当男人用那个 他是一个默默根源的人 讲到做到 我们环保站有了他 是我们前乡年的福气 真的 2011年参与水灿演绎 体悟因缘果报 让他找到生命的答案 今天的障碍 一定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自己 哪一身哪一事所累积 在我身上 要感恩就是这个伤口 感恩他 虽然他现在 他会跟着我一辈子 但是我要用感恩的心 去接受他 接受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把所有的事情 放下之后 你心里面就没有挂爱 亲安自在 走出伤痛 欲火重生 人生道路上 回头一望 原来爱一直都在 他也要把这份爱 延续下去 希望自己做一个棉被 你球丢到来 不要再弹走就好 不要弹回去 希望所有所有的不愉快 不好的 别人不好的念头 有争执 要在我这边就可以 完全停止 我希望做到这样子 做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 做他们的沟通的桥梁 感谢您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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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